我們來看有關資料的刪除 刪除其實最重要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第45頁 前面三行都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其實就是底下這三行 我們把這三行我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其實主要跟剛剛查詢蠻像的 當然第一個先建一個開一個新的模組 前三行都一樣 也就是說先連線資料庫 如果這個資料庫假設存在的話就幫我打開 並且建一個資料表物件 所以前三行都一樣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一行 Delete from Delete from的話是 意思是幫我刪掉哦 刪掉table01 所以這邊這邊有table01 那關鍵的地方是後面這個敘述 假如說你的敘述只有這樣 Delete from table的話 那就悲劇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一句的意思是說 請你幫我把這個資料表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刪掉 那這樣的話剛好有六筆資料就全部不見了 那如果說你假設不要我只要刪其中一筆 哪一筆呢 我希望幫我刪那個編號六的 那怎麼刪編號六 後面的話你可以跟他講一個敘述 會有後面的話 加上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是編號是MUM LUMBER 然後呢後面加上什麼 等於 加一個數字好了 加等於六好了 OK 意思就是說幫我刪掉那個編號是六的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 假設說我今天刪除編號六的 那刪完之後的話呢 一樣isq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底下多了一個跟那個查詢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邊有一個 com.commit commit commit記得喔 一定要加 commit在這裡其實指的是確認 有沒有 像我們不是輸入公式之後 像isq裡面不是要打勾嗎 不像photoshop一樣要打勾 打勾的話才是確認說你這個動作 那如果說你沒有commit的話 他等於會假信的讓你以為你刪掉 但最後沒有確認 他就roll back 就又回來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底下一定要有commit的動作 沒有commit不算數喔 那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 查詢剛剛沒有commit 因為查詢只是讀啊 沒有改 所以呢 不需要commit 反正他就給你了 就對了 讀出來而已 唯讀 其實不影響這個資料庫喔 那commit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第六筆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當然喔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表示呢 第六筆應該不見了 那怎麼知道 我們切到那個 查詢剛剛這個程式 來查一下 有沒有 第六筆不見了 再來的話我想要把 第五筆也刪掉 那第五筆刪掉 把這個改成五就好了 有沒有 執行一下 第五筆 OK沒有錯誤訊息 那查詢一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 第五筆也不見了 好 大概越刪越少了 我們就不刪了 不過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多 新增幾筆資料 然後呢 可以 如果還要再新增 沒關係 你再切回到剛剛新增有沒有 然後在這邊 自己再增加 比如說剛剛刪掉的 第五筆 然後你就重新再run一下 那第五筆又增加了 那第六筆呢 你又再新增 反正呢 他可以 循環的 執行第六筆 那這樣的話 查詢一下 理論上 第五跟第六又回來了 OK 然後呢 一樣 你如果要再刪掉 第幾筆 反正你就是第幾筆 假設我要刪掉 1好了 Number等於1 執行一下 那這樣第一筆就不見了 理論上查出來 應該第一筆就不見了 OK 好 那這個是有關刪除的部分 所以 假如我們知道 新增 查詢 刪除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修改你也會的話 那裡面上資料庫 你大概都會用了 剩下來就是說 你要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用什麼資料而已 所以後面的話 其實可以把這個系統 改成一個叫會員系統 前面不是我們有50個會員 對不對 可以把它搬到裡面來 OK 所以呢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修改 那其實修改跟剛剛的刪除蠻像的啦 主要差別在哪裡 只要差別就在這裡 這個語法不一樣 其他好像底下都一樣 所以呢 其實你們可以拿剛剛的這一段 這個刪除的這個程式語法 把它Ctrl C一下 然後呢 建一個新的這個文件 然後把它貼上 最重要的是這個地方 這一段語法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update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記得 語法要update哪一個table 那後面的話 因為要修改的條件 你要給它 所以呢 你就給這個 這一段 這一段程式 那首先的話呢 主要第一個是set set是修改電話號碼 比如說 我這邊呢 有個這個會員 第幾個會員 比如說 第六個會員好了 它的電話跟第五個 跟第四個一樣 不對 打錯了 這個第六個會員的電話 應該是幾號 那我把它改一下 所以你這邊 後面有個會 number等於6 這邊把它改一下 6號 它的電話應該是什麼 set 它的電話等於 這後面這一串 那現在是什麼 789這個 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個 隨便打一個數字都沒關係 456789 這樣的話呢 我們把它執行 記得一樣是commiss 因為這個 等於是有變更到資料 執行一下 那等於是 6的資料 應該是變成456789 所以我查詢一下 切到查詢 把它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第六號有沒有改 沒錯 改成456789 當然五號也可以改一下 所以語法部分的話 其實跟delete 差別只有在這個語法 本來是叫delete from哪個table 後面加上一個條件 那update的話呢 記得是什麼 update哪個table 記得沒有from update哪個table 然後呢 你可以先打 你可以這個 先給會有哪一個編號 那把那個set條件呢 把它放在中間 或者是說好像顛倒 好像我印象中 應該也是可以的 就是說 哪一個編號裡面 修改什麼樣的資料 那修改完之後呢 你再把它查詢出來 那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了 OK 所以請各位練習看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兒想想看 把這個地方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讀取那個什麼 我們member 所以我們在 我們之前的專案底下 有一個member.tst 那這個member.tst 裡面總共50個會員 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我希望呢 可以把檔案讀取 跟剛剛的那個什麼呢 這個資料庫結合 檔案跟資料庫結合 那我希望呢 可以幫我把這個member.tst 50個會員資料 寫到siclite資料庫的話 該怎麼做 OK 如果寫得出去 那當然後面就查詢刪除修改 你就可以做很多應用 那其實結合在一起 那就會是一個 會員的管理系統 有沒有 所以喔 那第一步最困難 怎麼把它寫進去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了解一下 四大功能 包含就是查詢 查詢 然後刪除修改 那待會兒的話呢 把那個練習題 把會員資料寫到哪裡呢 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所以活學活用 你會發現 你身邊有太多檔案 太多資料 其實都可以把它寫到資料庫 另外的話當然 你想說 我如果不要siclite資料 我想要買sicl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買sicl 其實只是把那個 那個什麼 Inputsiclite3 改成Inputsiclite3 這個mysicl的另外一個套件 然後再去連線 那差別就是說 siclite是一個檔案喔 可是mysicl是一個server喔 server的話呢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你必須要給它IP位置 還要給帳號密碼 所以喔 其實難度相對的也會比較高 那其他的都一樣 sicl以法有沒有通用 通用 所以 查詢 刪除 修改 新增這些都通的 差別只有前面那一段 連線的部分 不一樣而已啦 所以其他都一樣 至於喔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有放那個 mysicl mysicl的連線方式 只是說mysicl比較麻煩 mysicl你第一個 你要架server 那 光要把它架設起來 其實就有點難度了 然後呢 你還要把資料寫進去 還要管理 那可能如果之前 假設 沒有那個 這個 伺服器管理的經驗的同學 恐怕又是另外一個難題了 所以喔 也許 如果你比較沒有資料庫經驗的同學 可以先從sicl來開始 試試看喔 最重要的四大功能 請說真的 資料庫說真的 最重要的是把這四個學好 其他的都是其次的 我覺得 重點就是 四個功能裡面的sicl語法 可能要熟悉一下